李国庆将一燕接连翻车 拿什么来拯救公众人物的人设崩塌呢 李尚龙老师在他的新书人设中写道 在互联网世界里 人和人隔着屏幕 你看到的 不过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面具 在万物互联的世界里 人设无处不在 但是对于公众人物 人设是不是真实的你自己不重要 重要的是受众认识的你只是你呈现的人设 一旦人设崩了 不是说句道歉就能了事的 何况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在互联网随便流了片言之语 都会被截图转发的 作者针对日新月异的新科技 掌控关键信息 应对风云变换的经济格式 怎么做出正确判断 给出一系列建立防御系统的指引 这些指引针对预防公众人物人设崩塌 同样有指导作用 注意以下三点 有助提防系统崩溃 大家有没有发现 事件始末是源于于于把李国庆 踢出当当网的董事会 接受离婚 但只给他留下25%的股份 李国庆不能接受 而且在公开场合骂了于于好多次 于于忍不住才出来接李国庆的老底 并且把他全家给端了 我会让他留下来的老底下 我会让他留下来的老底下 我会让他留下来的老底下